如果你在《鬼怪》中喜欢那个傲娇的阴间使者 如果你在《顶流》中喜欢封批的千老师 那恭喜你 这部剧你一定喜欢 《九尾狐传》1938 《九尾狐传》1938是《九尾狐传》的前传 当然 如果你没看过《九尾狐传》 也不影响你看这部剧 如果你看过第一季 千万也不要错过第二季 因为这季主打的是一个搞笑 一部经典韩剧《爱上女主播》 让中国观众认识了张东健 韩在时 蔡玲以及金素颜 多年过去 当年曾宏集一时的韩星 很多都淡出了屏幕 张东健 韩在时许久没有拍戏 蔡玲自从与高子齐离婚后专心带孩子 也是减少了工作量 反而金素颜越战越勇 凭着《大热韩剧顶楼》系列获奖无数 并重新获得了担任女主角的机会 金素颜的加盟让这部剧的首播收视 就打破了TVN的首播记录 收视6.4% 第二集更是飙升 第二集飙升接近一整个点 收视突破了7.1% 这部剧已经超越了第一部的最高收视记录 不得不说 金素颜真的是收视保证 有人说 金素颜的演技已经越来越偏了 但是我觉得 能演好甜美风格的陷入纯情 也演好了顶流中的《风批美人》 这已经足够说明演技了 而这部剧更是强化了金素颜的风批人设 在这部剧中 她饰演的柳红珠 是一个对李燕着迷的风批美人 见面就爆 拒绝就打 力气大道拦截火车 扛得动于她一般高的大刀 以为是一个纯情的暗恋者 没想到 李燕让她追查黑白面具的人 她找到了 竟然是她的情人 那她究竟是好还是坏呢 这个人设真的让人看过瘾 不得不说 这还是不是那个让人着迷的谦解 另外 让人搞笑的是 李燕与身主走丢后再次重逢的画面 搞笑的不能再搞笑 两个人竟然一直错过再错过 再次见面 竟然是一辆车过后的歌声重叠 让两个人眼泪汪汪 看他俩跑着拥抱 竟然看出了爱情中男女主相逢的场景画面 两个人的故事点也很好 还有金素颜这部剧的穿搭 真的很让人惊艳 不论是王世锋的裙装 还是韩服古装 配上金素颜的烈焰红唇 不得不说 美出了新高度 总而言之 这部剧的收视率 50%都是顶楼演技的金素颜奉献的 《九尾狐传》1938 真的很不错 搞笑一流 并且与黑马剧《车针术医生》同时播出 收视率仍然能打 说明这部剧真的很不错 虽然电视剧收视传来喜讯 但是金素颜生活上 却被网友发现 被POA 一起和客代表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近日 金素颜亮相综艺节目 宣传新剧 大谈结婚六年的演员丈夫李尚瑜 没想到 例行的秀恩爱环节 金素颜沉醉其中 笑得甜蜜 内容却引来网友担忧 事情起源于金素颜 在本月三日播出的TVN节目 《刘魁桑的Blog》中的发言 5月3日 金素颜现身国民MC刘在时 与曹氏浩主持的节目 《刘魁桑的Blog》 金素颜在节目上聊婚姻生活 她全程被自己感动 聊几句就害羞地笑起来 反倒是见惯大场面的刘在时一脸懵 似乎并不清楚 金素颜甜蜜的点在哪里 其中金素颜提到 丈夫要求她清晨五点起来吃早餐 以及冬天不能随意开暖炉等生活习惯 让网友十分震惊 纷纷留言痛骂李尚瑜 让她不要那么自私 粉丝也担心金素颜遭老公控制 已经被POA 金素颜透露 丈夫李尚瑜平时习惯早起 经常清晨五点就起床 然后将她叫醒 两人在七点的时候一起吃早餐 对此刘在时感到不解 正常人都不会觉得那是一种浪漫吧 两位主持人问金素颜 你没有试过说想多睡一会儿吗 金素颜即露出甜笑说 可以一起吃早餐 我开心 欧爸也开心 刘在时及笑颜 金素颜这样说 显得他们像坏人一样 金素颜解释 一开始她无法醒过来 强壮的丈夫就将她一把抱起来 直接抱到餐桌前 或者抱到沙发上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沙发上 又或者坐在餐桌前 金素颜还透露 李尚瑜经常不愿意开暖炉 她说 想要在外面不怕冷 就要先维持适当的室内温度 我向来怕冷 到了9月底的时候就想开暖炉 她便会说不行 11月2日是我的生日 她提议在那天开暖炉 去年我生日那天 一睁开眼就打开暖炉 年纪大了 本来觉得生日没有什么意思 但去年的生日 我真的好期待 金素颜谈论此事时 没有抱怨的语气 但节目播出后 网友却为她担心 大批粉丝在李尚瑜的社交网留言 希望她顾及金素颜的健康 毕竟男女身体不同 很多女性容易手脚冰冷 金素颜在家里足足冷了一个月 才被允许开暖炉 实在过分 看到丈夫被骂 金素颜立即发文保护李尚瑜 比谁都更照顾我健康的尚瑜 她是为了我的健康 希望我不要过早开暖炉 通过适当的运动来提升免疫力 她表示自己能够过得健康 全靠丈夫的监督 又指对方非常怕热 但每年秋天与冬天 都陪她开暖炉 牺牲甚大 她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一切都是因为她表达能力不够好 让外界误会了李尚瑜 实际上她去年的生日 过得非常有趣 一点都不痛苦 事件引发网友讨论 但李尚瑜全程都不用发声 因为金素颜站在她面前 为她遮风挡雨 在外界看来 金素颜像着魔一样爱着李尚瑜 在她口中 丈夫所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 堪称零缺点 金素颜在节目开始时 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公 欧巴有很多话题 她说话非常有趣 而且很机智 真的非常有趣 留在时差话 这个我知道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 通常别人听到我这样赞美老公 都会认为我在胡言乱语 说你那个是虚拟恋人吧 你再跟自己恋爱吧 此话成功逗笑了两位主持人 日常生活中 金素颜经常向老公表达爱意 她爱得太夸张 连当事人都顶不住 李尚瑜会禁止金素颜 说那些太超过的话 够了过犹不及 她还常常叮嘱金素颜不要太爱她 素颜呀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太超过 我们之间就适当 刚刚好就行 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才能一辈子都过得很幸福 金素颜表示 自己听到丈夫这样说 会觉得这话一点都没错 她开始意识到 一定要维持平常心 对此 刘在时感慨 你们这对夫妻真的很般配 在这方面你们很合 用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什么锅配什么盖 天造地设的一双 金素颜饰演的角色 大部分都是女强人或者女反派 性格强势独立 但私下性格却是小鸟一人 反差特别大 她在另一档节目中 与丈夫同场 见到李尚瑜出场 她竟然害羞地捂着嘴巴笑 仿佛见到自己的偶像一样 金素颜和李尚瑜 在2016年拍电视剧 家和万事成 结识并互生好感 2017年结婚到现在已经6年 依然是演艺圈 令人羡慕的恩爱夫妻之一 被问到爱慕李尚瑜的原因 金素颜透露 她从初中三年级开始演戏 曾因骄傲错失工作机会 后来就变得对演艺事业特别用心 一旦有作品就全身投入 连朋友都不会见面 直到她遇见李尚瑜 在对方影响下 慢慢意识到演员不能失去生活 李尚瑜总是努力 把她从家中拉出来 告诉她外面的花开了 现在的威风正好 素颜呀 演员金素颜虽然很重要 但也要好好爱惜人类金素颜 金素颜还分享了一件生活小事 有一天门铃响了 她开门一看 李尚瑜举着什么东西站在门前 原来李尚瑜和朋友去日料店吃饭 觉得手卷寿司看起来很像一束花 便拿着她跑回家送给爱妻 金素颜回想起来仍满脸笑容 这些微小的事情 让我感到非常幸福 在很多观众看来 李尚瑜对金素颜的爱护 其实并不特殊 不明白她为何会爱得那么投入 如果李尚瑜一辈子都对金素颜那么好 那么这对夫妻确实能够幸福到白头